当播足球快讯2022年2月5日 白明汉死坎石飞联 星期六凌晨 英冠上演一场白明汉主场 迎战石飞联的比赛 白明汉最近状态并非处于最佳 但幸好过去几年 面对石飞联没输过 即使今轮面对来势洶洶的石飞联 白明汉也有望力保主场不失 白明汉上将在前锋泰来开场 短7分钟就见功 并且前锋使葛何根将领先优势 扩大到两个波的情况下 最终在被打比棍在林源墙前的几分钟内 连攀两球到手的3分变成1分 这样的结果 无疑令球队上下倍感失落 其实上将表现 只是白明汉整个赛季的一个缩影 要知道赛季自禁 之所以白明汉只拿到八胜 九和十二负 的未如理想战绩 惨淡的后防线演出严重拖住后腿 现在白明汉均长失1.5球个波的防守 排名英冠倒数 最近九轮联赛长长失波 其中更有七仗被对手攻破城门两次或以上 当然白明汉都不是一无事处 比如最近六轮英冠 他们就长长有波入 近四轮联赛亦是每场都入两个波 球队的一众攻击手 还是状态十足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五次联赛主场出击 白明汉仅一个波输给现金排绩分榜第四位的竞女 坤士柏流浪 球队近期在主场作战时 还是有战斗力 今次助阵主场 迎战手循环输给自己脚下的石飞联 白明汉拿到一场 和局的可能性还是不少 上季游英超降班的石飞联 今季目标必然是重返英超舞台 不过令球迷失望的是 球队的这个个目标 从赛季一开始就有点圆 只因今季前五轮联赛 石飞联居然只拿到两和三副的不胜战绩 其中就包括开罗战主场 零比一输给今次的对手白明汉 好在随着赛情的深入 石飞联的状态也占有起色 在随后的比赛中 球队的整体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 尤其在自去年11月下旬以来 石飞联更是越踢越出色 在这段期间的八轮英冠中 他们录得六胜一和一副的戒绩 球队排名亦上升至积分榜的中游位置 目前石飞联 来直接升班席位的差距还是较大 不过他们来升班附加赛区域 就只相差六分 球队势必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全力增胜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 石飞联的作客演出 还是没得到较大的改观 即使上将作客赢了比得宝 但是对手是排名联赛倒数 实力薄弱之故 何况在之前的三将各汉赛 是作客中 石飞联的战绩仅为一和二负 并且每场都失两个球球或以上 今次伦徽军近期攻击力强悍的白明汉 石飞联好难守住城门不失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